共产党搞的数字货币绝对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经济更强大 更加安居乐业 数字货币虚拟货币最大的三个特征 国家的数字货币叫做基础性货币 是以国家权力背书的完全中心化 而其他的人搞的数字货币是完全去中心化 完全中心化的数字化货币 让别人任何人都没有机会去中心化 这就是财富高度集中的帝国时代 第二数字货币一旦诞生成为国家的基础货币 对老百姓的统治隐私权财富控制权 就是现代化的利出一空 绝对的控制财富 绝对的控制财富就绝对的控制人们的行动 也当然控制了你的人权自由信仰 第三条数字货币一旦中共成为基础性货币 对所有像新疆西藏云南五十几个民族 包括他们骨子里边痛恨的中国的回民 对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可以一箭毁掉 你和我建立 由于这些少数民族 绝大多数被七十年的工长统治 圈在了某个所谓的给你特殊照顾的叫自私自屈 给了你特殊的权利 还让你的族人去当这个领导 事实上就叫猪圈 就是大卖民营 用政治经济 你的语言让你说你的话 去吃你的饭 在你指定的地盘里 保留你所谓的传统文化 让你再也别走出来 语言文化行为货币 过去的五十六个少数民族 哪个地方的银行 不是安全部和情报部控制的 共产党对五十六个民族的经济 就达到了不用你自治去了 我一键就消掉你的财富 这些民族是不可能走出他的 被共产党七十年划在那个监狱 就是他们的民族之券呢 所以他是一个民族灾难 商鞅育民之术的现代版 又是最大的对人权 法治自由财富 绝对的控制帝国 所以说共产党搞的虚拟货币 最重要的三条 一切都是把中国人变成奴隶 到那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甚至说 我第一个不要摄像头的地方 甚至把派出所掌都不要了 展示给世界的叫大同的世界 统治了你的财富就统治了你的一切